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点让我们大家能够 因为有一些人是在现场 你可以领受到感受到 但也只是你在你自己的幸福小组 你没有参与到其他的幸福小组 一些人你可能听说 可是你没有在现场 你只是好像远观没有尽巧 你只是远远地听说 但是没有亲身经历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好像他说的 线上聚会跟实体聚会 那是天壤之别 所以鼓励大家常常回到实体来 我们说欢庆主日要庆祝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庆祝的是生命 要庆祝的是生命 我看到在丸丽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重新的火被点燃了 Amen 虽然是阿嬷了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他服侍主 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感恩吧 可以这么说 这一期我们的幸福小组 我们是华语第八期 我们已经跑了第八期了 哇 给自己一个掌声 第八期 然后英文是第六期 我们这次一共有七个幸福小组开跑 同时华语五个 英文两个 所以我们这次一共总共邀请到了 52位新朋友 52位新朋友丁姐妹 这是让人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当中有36位是没有信主的 16位是信主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当中 还有30多位这些已经来过 我们不同的幸福小组 都还没有信主的这些best 我们未来可以继续邀请他们 这个网已经洒出去了 很大了 然后再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 没有回到这个生命转角的时候 已经有四位信主了 而且三位重新决志 重新逆志 哇 这个是令人很兴奋的 再来 这过程当中 其实两个新家人已经决定要洗礼了 他们把表格都已经填好了 还有另外几位正在犹豫 如果你今天有听我的分享的话 不要再犹豫了 OK Just do it 好 再来呢就是我也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些新的家人当中 现在有七位预备要开始40天的生命起点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在预备当中 有七位的这个培育者会陪伴他们 两个已经开始了 另外几个会在一月份就开始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真的是让我看到 我们把这个 这是大家一起共同来 一起来耕耘 然后来收获 一起来享受这样一个喜乐 所以你会看到 福音的种子已经撒进这些所有人 无师都为的新朋友 他们参与在幸福小组当中 不管他们有没有做一个决定 可是他们已经听到福音了 Amen 这个种子已经撒进去了 所以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 所以我要感谢所有幸福小组 参与在其中的同工每一位 因为你们的付出 因为你们的参与 我们才可以看到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共享的 靠一个人是根本做不到的 然后再来我也要感谢 所有在小家当中 我知道这个是小家当中 很多人在背后在support 在祷告 在为这些best来祷告 或者是把这些新朋友 来带到幸福小组当中 所以我们说这个幸福小组 不是只有参与在现场的人 才享受的这个成果 是我们所有人一起来享受的成果 Amen 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 为着我们所经历到的 看到的 上帝在我们当中 所做的这么美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参与在其中的 只要你在为这个过程 祷告过的人 你都一起来同享这样的喜乐 Amen 这是我们每个人 参与在其中的一个福分 和会不会感受到 哇 真的是让人觉得 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那好 谈到这个新家人 我已经开始带了一个年轻人 开始做40天 我觉得很安慰 很兴奋 为什么 这个新家人呢 他其实 B1 第一周来的时候 他就要洗礼了 他等不及了 我是被他逼着给他洗了礼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是唯一的一次 这是让我觉得 哇 上帝是打破我们很多的框架 上帝在做新事 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敏锐圣灵的带领 当一个人的心已经这么的ready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我被他推下水的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开始 带他做40天的生命起点 这个导督 现在才过了一半多 三分之二多左右 我就从第二天 第三天开始跟他讲 说如果你真正 因为他很火热 很追求 我说你真正如果想要追求神 你要开始读圣经 开始读圣经 然后他说怎么读 我就教他怎么读 从整本圣经 买了一本圣经给他 从整本圣经的创世纪开始 按张次序从头读到尾 我说你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之后 神的心意你自然而然就会明白 你知道吗 他听了之后 我第三天告诉他 生命起点的第三天 他就开始读 我们现在40天才一半多 他已经把创世纪完全读完了 创世纪完全读完了 每天读一张 他最近跟我说 他说哎呀 太精彩了 你知道吗 本来我给自己计划 一天读一张就好了 可是我停不下来 我一直读一直读 读到完了 他现在已经进入出埃及了 他很快就会出埃及了 哈里路亚 感谢主 你知道吗 让我看到这次年轻人 20多岁的年轻人 哇 真的让我的心 真的是 每次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兴奋 我们的年轻人是有盼望的 弟兄姐妹 让我们更多地花时间为他们祷告 更多地来培育他们 他们将来能发挥出的影响力 是比我们大十倍 一百倍的 阿们 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盼望 所以弟兄姐妹 这次我们的幸福小组 我们也多了一位服务长出来 我们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幸福小组 然后20多位幸福同工 每个人的生命都得着祝福 我相信 然后我们看到 每个组都发挥自己的创意 各司其职 大家同心合一 这次的幸福小组 每个组都非常非常地合一 非常地喜乐 每个人都很享受在其中 我觉得这就是神要看到的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诗篇所说的 这就是上帝要看到的 是一个家 他的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弟兄姐妹 从各方来的 各种年龄的 有长的 有幼的 大家在一起 和睦同居 这是非常令神的心得喜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看到神的爱真的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 刚才婉利也说到 同工之间的这种彼此的团结 相爱 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所有进到这样的一个团契当中的人 你让他走 我估计他不要走 你知道吗 因为他要黏住你 他也希望得着这样的爱 他也希望被爱 他被这样的一个爱所感染 因为这种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得不着的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当我们彼此之间相爱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认得出来 这一群人是跟随主的 所以我觉得 上帝在我们当中做新事 那我们也很感恩的是 祂在扩张我们的账目 记得吗 在一年两年之前 我分享过你的意象 我记得我在台上分享过 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鱼 在那边活蹦乱跳的要上来 可是那个船太小太小了 记得吗 如果你听我讲的话 我现在看到神真的在扩张我们 好 这次我们这个年轻人 幸福小组 跨于幸福小组之后 我们马上开了一个新的小家 这是我一路来的一个心愿 希望能够更多地吸引到年轻人 所以在这次这个幸福小组里面 我们的best全部是20多岁 30岁以下的 我的同工都是30岁以下的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小家 我希望未来能够吸引到 更多更多的年轻人进来 所以如果你们认识 有这些niece 外甥 子女之类的 反正年轻人 把他们介绍来 我们欢迎年轻人来到教会 Amen 当然不要忘了我们的年长的 一点都不会说跑得慢 他们跑得更快 明年我们要开一个年长的一个新的小家了 Amen 感谢主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 神在扩张我们的账目 这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地兴奋 我觉得我们之前所付出的一切努力 现在开始结果了 Hallelujah 所以把这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Amen 好 刚才只是一个开场 现在进入正题 OK 那人生有不同的阶段 我们会有许多的事情 是值得我们去庆祝的 不管孩子出生也好 这个周年庆 或者是庆祝生日 毕业典礼 职场上晋升 结婚纪念 周年纪念 或者给长辈祝寿 甚至安息主怀的追思礼 都可以是一个庆祝 好 真的是从你出生一直到你 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的所有的阶段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里程碑 我们都可以去庆祝 那今天我们来 做这样的一个欢庆祝日 其实也是要来 大家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里程碑 来纪念在我们的幸福小组当中 上帝所行的奇妙的恩典 上帝所行的许许多多的奇妙的事情 那我想我来用滨海盘石意向来提醒大家 如果你刚来不久 如果你进门 在门口旁边墙上 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logo 有没有注意到 有多少人看到的请举手一下 只有几个啊 你们到底来教会几次了 如果没看到的出去赶快看一下 我们的logo在墙上非常美 那是我们的意向 你天天经过 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什么意思 对吧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它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滨海盘石的意向 请 我们是神的家 为要培育祂的儿女来彰显父的荣耀 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滨海盘石的意向 这个也是我们所有做的一切 包括幸福小组 所有开办的活动 开办的课程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 明白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意向 所以 有一段经文 在以福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这个是非常贴切地解释了我们这个意向 代表什么意思 我来跟大家分享 这里讲到 他所赐的 就是神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做牧养的 有做教导的 这个就是五重指示 这个是五重指示 为什么呢 为什么神要 有这样的这些的职份 要设立在教会当中呢 为的是要装备圣徒 圣徒是谁呢 就是你跟我 看看你旁边的 告诉他说 你是圣徒 圣洁的圣 不是圣下的圣 然后你是圣徒 要去承担圣功 圣功是什么 就是上帝让你去做的啦 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是谁 就是你跟我啊 然后指导我们众人 对神的儿子 跟我一起讲 对神的儿子 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 丁姐妹 我们的这个业绩是什么 我们有一天上了天堂 神要看这个病海盘石 然后在地上这几十年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我看看啊 1234567 我们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 丁姐妹 我们不是说教会 人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当然人数增多不是坏事 但那个最终的 那个焦点是什么 我们是要让在这里的 每一个人 门徒培育 让他们成长起来 能够对神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 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 让他们长大成人 达到基督丰盛 长成的身量 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这个就是 冰海盘石的 异象所说的 要培育神的儿女 来彰显父的荣耀 这是我们长期要追求的 往这个方向 要走的一个方向 每一个人上到这艘船上 我们欢迎每一个人上来 如果你有共同的看见 共同的意向 那我们就拉起手来 一起努力 不管有面对怎样的困难 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 没有什么达不到的 阿们 在这信主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会一帆风顺的 但是我们知道 有神在我们的前面 为我们带路 为我们开路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保罗在圣经当中 新约里面 虚许多多地教导 一直到今天 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都可以去 去学习用它 把它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好 今天呢 我想来跟大家分享 一个简单的 四个步骤 画一幅蓝图 是让我们每个人去看到 作为一个基督徒 跟随耶稣的门徒 你这一生 要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蓝图 当你明白了 这个成长的蓝图之后 你可以自己去查验 你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 然后你才知道 你的方向在哪里 你现在在哪里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阿们 那这四个阶段很简单 当我在预备 这个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我就想到这个孩子 为什么我们说清楚生命 生命是什么 当你看一个婴孩 他从出生 他长大 从这个妈妈的腹中 他先是一个胚胎要成形 慢慢久越 怀胎要慢慢成一个人的样式 出来之后 他要慢慢地成长 成长 他慢慢长大成熟 在这个成长过程 他经历很多很多的问题 甚至给父母很多的头痛 青少年的叛逆期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 做父母的 然后他慢慢长大成熟了 他结婚生子 他成为自己 他有建立自己的家庭 然后他怎么样 开始成全别人 看到没有 这就是生命成长的历程 同样的道理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属灵的生命 也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成形到成长 到成熟到成全 阿们 跟我一起讲一下 成形 成长 成熟 成全 哈利路亚 我们的生命要不断地成长 好 我想对当中有一些人 刚才突然领受到一句话 是英文的 我不知道你是谁 也许在现场 也许在线上 如果你听到的话 我想圣灵再对你说 这句话就是 You have been at infant stage too long Grew up You have been at infant stage too long Grew up It's time to grow up 你在儿童期太长了 现在该长大了 现在该长大了 OK 这个是我刚领受到的一句话 如果你觉得上帝在对你说 领受这句话 OK 好 那我接下来就 按着这四个阶段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要经历这四个成长的阶段 当然最健康的就是什么 孩子最健康的方式要在哪里成长 一定要在家里成长 一定要有自己的父母亲 如果你把这个孩子外包出去了 OK 外包出去了 你觉得这个孩子会健康吗 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同样的 一个基督徒 他要健康地成长 一定要在神的家里 一定要在神的家里 要有上帝的话语为根基 要有周围的弟兄姐妹来扶持 以耶稣基督为标杆和目标 这样的属灵生命 才会不断地成长 才会健康 最终进入到上帝给他的命定当中 多少人在这个过程里面 开始可能还不错 经历一些挑战之后就走歪了 或者甚至远离了 甚至完全放弃了 很多人是这样的 可是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 当你听到上帝在呼召你回来的时候 你要回应他 你不要再自己偏行几路了 你要回应上帝的呼召 那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阶段 是什么 成行 好像那个胚胎在妈妈的腹中 他先要成行 对吧 这个成行都是一个过程 它不可能一仇而就 OK啊 上帝创造世界是可以这样的 啪 要有光 人也是 啪 人就生出来了 但问题是 他要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啊 对吧 不可能从啪 一下子变成这么大一个人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生命要不断地更新 在这个成行的过程当中 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 你需要经历一个 当你现在已经信了耶稣了 我们讲这个属灵的生命啊 信了耶稣就是你的属灵生命刚刚开始 然后你会有一个成行的阶段 你要慢慢地学会舍弃你以前老我 你的旧有的观念 因为不管你几岁信主 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之前 生活的那么多年给你的塑造 你的理解 你的观念 你的想法 这一切都是跟着世界走的 对不对 你现在信了主了 现在你需要领受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 一个新的生命 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有很多的转变 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 这个过程中很多 你要放弃以前的老我的一些旧有的想法 然后再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更新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挺不舒服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过程如果你不经历的话 你没有办法继续成长 有一段经文 龙马书十二章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第一到第二节 所以地神门 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 这是保罗对他的 他的这些教会 他的门徒们所说的 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 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的意思 就是属灵的敬拜 什么叫做属灵的敬拜呢 把你整个的身体 全人全心 作为一个圣洁的祭物献给神 活祭 这个就是属灵的敬拜 不要模仿这个世代 不要模仿这个世界 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 这个心意的更新原文里面的意思是 正在进行时 也就是它在一直地改变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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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停止的 它不是一次变就停了 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所以你每一天都要更新 那你觉得生命有一些障碍 没有办法突破 没有办法进展的 你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全人更新营 这是对你的生命成长 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作用 第二个我们来看成长 刚才成行只是一个起步而已 现在进入到成长阶段 你可能对神的话语有一定的认识 你在教会来了一段时间 你认识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 你也知道大概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也参与到一些活动 可是对于神的国 对上帝的心意 其实还是猛猛咚咚咚 猛擦擦 有没有啊 我自己也经历过 所以我其实在讲的是我自己的历程 这个成长的阶段 其实很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和顺服的心 刚才婉莉也提到 顺服是非常重要的 我学这个功课学了很久 学得很慢 但是终于学会了 感谢主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过程取决于你自己 这个成长的过程可快可慢 可长可短 取决于你自己 上帝是一样的 取决于我们对神的回应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谦卑和顺服的心是非常关键的 我觉得可以讲很多的东西 什么样的一个要素啦 你可以帮助你成长之类的重要的因素 但是谦卑跟顺服 我觉得是两个必不可少的 必不可少的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明白天父的心意是什么 箴言里面讲到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教训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 当我们不懂得敬畏耶和华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智慧 就是这个意思 在神眼中他看为智慧 第一你要有敬畏的心 连敬畏的心都没有 你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的 这就是上帝的话语啊 然后尊荣以先必有谦卑 尊荣以先必有谦卑 再来 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可以享受丰盛的平安 这是上帝的应许 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也就是上帝要把产业赐给那些谦卑的人 不是那些骄傲的人 丁姐妹 我们不要看一个人 他的学识有多高 他的title 他的头衔有多厉害 多吓人 重要的是 人的心 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顺服神 这个才是上帝最看重的 为什么神 废弃了扫罗王 奸选了大卫 好好去想一想 因为神对抗骄傲的人 他赐恩给谦卑的人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我自己在过去服侍神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自己也经历过 这些我讲的都是我自己的经历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的火热 刚回来新加坡 那个时候我是我们全家第一个信主的 所以我的这个火热可以说 我不用染头发 我头发已经红了 然后呢 我就是把我的父母亲 就是死拉硬转了 拉到教会去 那个时候我是一腔热血 一腔火热 可是完全没有智慧 看得出来吧 现在多少有点智慧了 那个时候我刚刚去到家后参与服侍 也是非常非常的热心 基本上所有的什么都参与 但是呢 后来慢慢慢慢发觉 我常常是跑到上帝的面前 不是 跑到上帝的前面 也就是说我比上帝跑得快 然后最终往往是把事情搞得一鼻子灰 这是非常不成熟的表现 虽然一腔的火热 可是呢 没有智慧 我也碰了很多的钉子 我相信我曾经让我的属灵领袖 也非常的头疼 生气 所以现在当我带领教会的时候 越来越能够体会到那种 保罗所说的 为他们所受的生产之苦 越来越能够体会到 以前没办法体会 现在越来越能够体会到 我想这就是一个 为父为母的心吧 所以过去 服侍神的这些点点滴滴 让我真的是回想起来 这些都是上帝在磨练我的一个过程 让我学会谦卑在祂的面前 不管上帝给我的恩赐有多少 不管祂给我的能力有多少 最终我必须要降服在祂的面前 这是我过去服侍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 因为当我没有学会这一点的时候 我永远不可能从成长的阶段 进入到成熟的阶段 所以当我越来越明白天父的心意的时候 其实那个很简单 什么叫天父的心 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这是我常常为自己的祷告 主啊 给我耶稣基督的心 给我耶稣基督的心 也就是我不再用自己认为对的方式 去做神的功 以前我以为神的功 就是按我认为对的方式去做 我一定能够达到什么什么 但最后我发现 我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我自己认为对的方法 在神眼里往往都是错的 这就是我成长的阶段 也吃了很多的苦 碰了很多的钉子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经历了这样一个成长之后 我才能进入到成熟的阶段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 你们当进窄门 大家很熟悉这一段了 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但引到生命的门 引到生命的门是窄的 是窄路一条 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也少 之又少 这是我加进去的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在经历生命成熟的这个阶段 我慢慢学习到 什么叫做二十一节所说的 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进了教会服饰的时候 你会经历很多的挑战 生命会被磨练 就像那个搓刀一样 被磨啊 但这个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磨练 我不可能学会什么叫做 降伏在神的主权底下 因为当我们真正的是 从你的心里完全地降伏在 上帝的主权底下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遵行天父的旨意 现在人很喜欢追求popularity Facebook里面多少个like YouTube里面多少人在看 这些是神要的嘛 当我们的人生 当你的属灵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成型成长 你要进入到成熟的阶段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你要学的 就是要降伏在上帝的主权之下 因为只有当你降伏于神的主权 明白祂的心意 而且你要遵行天父的心意的时候 你才能进去那个生命的门 那个门是窄的 那个路是小的 找到的人是少的 弟兄姐妹 这条路并不是容易走的 所以今天虽然是欢庆主日 但是我要讲一些实话 我不要给你一个好像一个肥皂泡沫 有一天你突然 牧师十年前你告诉我的一切都很好 为什么今天这样 我告诉你不会一切都死 完全很好了 你的生命会有挑战 在属灵的生命 你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经历磨难 一定会经历挑战 你会经历问题 你会跌倒 你会软弱 这一切都会发生 这实话 可是问题是 当你经历这一切的时候 你要怎么选择 你要离开它 你要冷淡退后 哎呀 这个神 什么好信的 我改信别的好了 还是 跌倒的地方 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站起来 再一次回到上帝的怀中 领受祂的爱 领受祂的修复 领受祂的医治 继续地遵行 天父的旨意 这就是你在成熟的过程当中 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自己走过 我明白是什么样的味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学会的是 不断放下自己的心意 不断地放下你自己的心意 来顺服上帝 放下你自己想要追求的 你自己曾经想要 为什么保罗说什么 我在这地上所有的一切 我得着的这一切 我现在看为粪土 对我来讲都不重要了 为什么保罗能够讲出这句话来 因为只有他明白了 那最宝贵的福音的价值 他看到了这地上的一切 是没有办法跟福音的价值相比的时候 才说得出这样的话 当你没有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你没有成长生命的声量 没有成长到一定的成熟度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理解保罗这句话的 我还在慢慢地消化他说的这一句 能够稍微抓到一点他的意思 但是我相信我还不完全明白 保罗所说的 什么叫做 我看地上的一切都为粪土 因为当你在经历成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的唯一心中所要 最看重的就是要讨主耶稣的欢心 因为你的灵命成长到一个地步 你知道你所爱的这位主 你要跟他 你真的是所做的一切 你的生命 你只想要单单地为他而活 你想要来讨主的喜悦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办这些门训的课程 门训上 门训下 明年我们会开大学上 来培育领袖 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我们 能够从成型到成长 你不要停留在成长 你要成熟起来 最终你要来成全 不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是不可能成熟 生命不可能成熟起来 我记得我自己在多年前 有一段时间 在江卫福市 经历一个 算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旷野期 然后那段时间呢 我非常非常地渴慕 我就是很想很想要来 明白他的心意 没有其他的 就这么单纯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就决定 四十天祭祀祷告 四十天祭祀祷告 我的唯一的心愿就是要单纯地来明白 在我所做的一切事上 怎么样才能够讨主的喜悦 这就是我四十天进食祷告的目标 然后我每天中午就 午饭我错过 我就用这段时间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独自地亲近神来祷告 来敬拜 很多很多时候 我真的是不为自己的任何需要祷告 在那个阶段里面 因为我觉得那些都不重要 那些根本就不是我的渴望 我的渴望就是单单地要来抓住天父的心跳 要知道他到底在我生命当中 他最在乎的是什么 他到底要做成什么 我怎么样才能讨他的喜悦 我怎么样才能坐在天父的心意当中 这就是我唯一所要的 想要的 然后我常常在敬拜当中等候神 我不为任何事情祷告 常常是在流泪 神的邻居这样不断不断地充满 不断不断地充满 我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以耶和华为乐 什么叫做在神的面前那种满足 那种喜乐的感受 丁姐妹你经历过吗 你经历过的请举手一下 这种在耶和华面前单单地 单单地享受 单单地以耶和华为乐 有经历过的请举手一下 Amen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经历到 因为这样的一个喜乐跟满足 是在地上你找不到的 但是你必须要渴慕它 然后我常常会觉得 虽然是一个人在一个角落当中 可是我的心被神的同在 充满到一个地步满溢出来 就是满到一个地步 I cannot hold it 我的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来 把那个神的同在 充满到一个地步是满溢出来了 然后祂的爱就从我的里面涌流出来 不是我自己生出来 我自己根本没有 可是当我在神的面前 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 祂的爱从我里面生出来 丁姐妹你经历过吗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历 如果没有我鼓励你好好地去寻求神 因为这是你生命要成熟的必经阶段 所以当我这样子 常常四十天进食祷告之后 我的同事他们都知道 你又去祷告了 我说嗯 然后四十天结束之后 他说啊 回来了 结束了 然后他们就说 哇 你这个四十天进食祷告之后 现在怎么感觉容光焕发 精神抖擞 特别精神 我说当然了 我是吃最棒的 我每天吃大餐 所以丁姐妹 当我们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样的一个很多很多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很多很多 这样的一个寻求神跟随主 你的生命从里面不断不断地蜕变的过程 就是你成熟的过程 这是没有shok card的 没有shok card 你想shok card也不行 如果你要太急 你想把它缩短 那就是变成亚苗助长 拉上来的都是畸形 都不健康 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 你的生命需要被磨练 你的生命需要被调整 被上帝来调整 上帝怎么来调整你 借着你身边的人呢 就那你最不喜欢的人 可能就是上帝用他来调整你的 知道吗 不要觉得你身边的人 哇 这个整天给我找麻烦 哎呀 我祷告主啊 你把它挪去另外一间 上面的教会吧 丁姐妹 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偶然的 神知晓一切 祂看中的是我们的生命 祂看中的是我们的生命 从成型到成长到成熟 最后要进入到成全 所以当我经历这个成熟的过程的时候 我才发觉 哇 好像你是生命 你能感觉到你上到另外一个台阶 你看待事情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 你不再会只是想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你不会再去很轻易地被别人的 对你说的一些话语来影响到 因为你明白你追求的是天父的心意 你所做的一切是要讨天父的心喜悦 这个是你的标准 然后进入到一个成全的阶段是什么呢 成全的阶段 我们来看 耶稣他在上十字架前他的祷告 我觉得讲到成全必须要有耶稣 要讲到他 马太福音26章41节说 你们应当警醒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你们的心灵虽然愿意 肉体却是软弱 本来想着 哎呀 明天一定要早起 早上起来读经祷告 至少一小时 结果第二天 闹铃响了还没起 再等一个小时起来 哇 这么着急地赶快又冲出门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那一念之间 我们的心里 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计划 我们想这样我们想那样 我们心里可以很 我们的心中可以非常非常地追求主 可是我们的肉体跟不上 是不是 你想做的你做不出来 因为我们的肉体都是软弱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 因为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能力 没有一个人胜得过 耶稣就非常地清楚 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 你们要警醒要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因为你们的肉体是软弱的 他又再次走开 祷告说 我的父啊 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 一定要我喝的话 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我们都知道耶稣祷告这句话 什么意思 这苦碑是什么 这苦碑就是上十字架 这苦碑就是上十字架 耶稣基督非常清楚 自己来到地上的使命 最终他的终极的命定 就是要走上十字架 忍受这世上最大的痛苦 也是最荣耀的时刻 因为只有他走上十字架 才能完成他在地上的命定 才能被荣耀地升到天上去 与天父同在 如果就连耶稣自己都要经历这么一个痛苦的一个过程 要挣扎 谁不挣扎 如果你知道有一天你要被钉十字架 你难道不挣扎 即便你是神的儿子 可是他的祷告是什么 我的父啊 如果这杯不能离开我 一定要我喝 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 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什么 可能有一些事情 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非常艰难的 对你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也许神 是让你经历那样一个环境 不管是磨难也好 挑战也好 人事物都好 不管那是什么 是不是有可能 上帝要我们去学习 像耶稣那样的完全顺服在天父的旨意当中 你知道吗 耶稣很清楚他来到地上 他的终极目标 他的命定就是要来上十字架 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全人类 来完成天父的旨意 所以这里他说 虽然这么的痛苦 虽然我知道我要被钉上十字架 可是主啊 我真正在乎的 我愿意做的 是把我自己完全舍掉 因为我要完成你的心意 哪怕我死 也死吧 这是耶稣的心态 这个就是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步 要进入到生命成全的阶段 弟兄姐妹 你要死得很透 你要死得很透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一些人已经不乐了 OK 好 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里面的老我 死透透 明白吗 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 这个你的 当你能够学会到对自己 完全死掉你的老我 在神的面前 完全死掉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进入到 天父的心意当中 那个才是你的生命 进入到成全的阶段 我不敢说 我现在进入到它 完全没有 我现在只是在一个成熟的阶段而已 但是我希望 未来我要进入我的生命 是到成全的阶段 是完成上帝给我在地上的命定 我不要在地上白活一趟 这是我的目标 弟兄姐妹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在地上生活的目标 你现在跟随主了 不管你跟随主 一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你在地上的目标是什么 哦 我家里储藏是 有一个上天堂的passport OK 哇 百分之百这个保险已经买好了 行了 没事了 等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 把它拿出来就行了 这是你的心态吗 如果是 我担心 你一定会后悔 你一定会后悔 上帝在乎的是我们的生命 从新主的那一刻起 直到你离开这个地上 你要从成形 成长 进入到成熟 进入到成全 你要完成你的命定 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 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命定 是神给你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完成的 是你自己要寻求的 是你要不花 就是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 把你的自己要死透透 去全心地寻求上帝的心意 才能够进入的窄门 才能够进入到成全的阶段 就是完成你生命的命定 这个才是上帝的心意 弟兄姐妹 听明白了吗 今天是欢庆主日 大家有点严肃 我希望 我讲的不会太 太让你们 但是这都是我心里的话 这是我跟随主 这些年的 最深的体会 如果你 serious about God 如果你真正地愿意跟随主 如果你真正地相信这位神 是创造你生命的主 你愿意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他 愿意来跟随他 愿意来明白天父的心意 这四个阶段 你是一个都少不了 一个都少不了 丁姐妹 我们要进的门是窄的 我们要走的路是窄的 不是康刚大道 不是所有的人 哇 拉起手来 哇 了啦 全部都去 哇 那么有恩高的讲员 哇 那么有名的一个 哇 那么那么 哇 哇 哇 不是追求这些 你在追求什么 你是不是愿意 以满足天父的心意 为你生命的目标 我们的意向 是在这里我们是神的家 为了培育上帝的儿女 来彰显天父的荣耀 怎么样来彰显天父的荣耀 如果你连他的心意都不明白 那你彰显的是谁的心意呢 如果你连天父的心意 他到底最在乎的是什么 都不清楚的话 你到底彰显的是谁的心意 阿们 我看到一些人的脑子里好像这样子 我今天讲的东西够你们回去好好的消化一个月吧 希望能够一年持续到一年 OK Anyway 所以我想我们刚才我所说的这四个阶段 从成形到成长到成熟到成全 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如果你真正地相信他 而不是完完而已了 你会仔细思考我今天所说的话 因为作为一个牧者 我在这里必须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你前面将会面对什么 你将会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我也告诉你 这个是方向 我也告诉你怎么样地去面对 接下来是你自己要跟随主 当然还有弟兄姐妹家人们 为什么这个属灵的家庭非常地重要 你需要有一个归属感 因为任何的孩子不在家里成长的话 不是一个他扎根属于他的一个家 一个属灵的家成长的话 他的生命是不可能健康的 也不可能扎根 也根本不可能进入到成熟的阶段 所以明年我们有全人的根性营 我们有领袖培育 这一切 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每一个人 能够进入到成长成熟成全的过程 这是我的心意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敬拜团可以预备了 今天比较早一点 我也没想讲太多 所以其实弟兄姐妹 上帝他希望我们每个人 真的是快快地成熟起来 这也是我的心意 很多时候 我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的一些 一些生命的状态 让我心中焦急 让我心中焦急 什么时候才能够成熟起来 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 天父的心意 无论你的人生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你都要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成熟 直到成全 完成你的命定 这需要你用一生去追求的 不是你上完几门课程 你就说OK拿到毕业证了 好了我这一辈子够了 接下来我就 do whatever 这样你会后悔的 这是一生成圣的过程 直到我们见耶稣为止 所以我今天要对一些 刚刚信主不久的 一些新家人 恭喜你们 这是一个全新的旅程 我要告诉你的时候 接下来你要面对的人生 将会非常的精彩 取决于你是不是愿意 把自己完全地交给他 完全地信靠他 跟随他 我的祷告是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的生命不要停留在成型阶段 刚才我说的那句英文的那句话 是给成型到成长这个阶段 It's been too long You stay in the infant stage too long It's time to grow up It's time to grow up 对于那些还在犹豫的 你现在还不确定 你是不是真正地要跟随这位主 你知道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中古世纪有一个著名的神学教 叫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 如果你听过的话 非常知名 他讲过一句千古名言 千古名言 他说 我信是为了要能够明白 我先相信是为了能够明白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 现代人很多受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影响 我们的认为是 我要先明白我才相信 我要先明白这一切我才相信它 但是错了 神要我们做的事 你要先相信你才能够明白 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 这个叫做信心的跳跃 因为有一些真理 只有你必须先相信它 凭着信心做一个大胆的跳跃 当你跳过去之后 你就进到另外一个立场 一个境界 一个高度 然后你再回头看 哇 才恍然大悟 所以你 如果想说我要先明白这一切 才来相信 你会永远停留在此案 你永远没有办法过到彼岸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的时候 你用你的理性 你怎么想要去明白 都会想不清楚 你永远想不清楚 是一个无解 为什么奥古斯丁千古年来的名言 一直到今天依然适用 我相信是为了要明白 孙丁姐妹 今天我帮助大家 我今天算一个导游吧 我带领大家去美国的大峡谷 你知道吗 Grand Canyon 美国的大峡谷 有去过的吗 有去过几只手一下 美国大峡谷 有去过 很大 对不对 我图片上看过 没去过 那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园 今天我做的是什么 我是一个导游 我把大家带到这个大公园的门口 我告诉你 在这张地图上有几站 第一站 第二站 第三站 第四站 我告诉你这个公园有多大 好 接下来 你们要自己去探索 去摸索 在这个大峡谷当中 是你一生 要跟随主的一个旅程 我的任务 是在入口处 给你详细地讲解这幅图 明白吗 这是我今天所做的 接下来你的一生 要来跟随耶稣 你需要有圣灵来带领你 那么大的一个峡谷 没有人带领 你一定会迷路 你需要有同伴 你需要在你软弱的时候 旁边有人来扶持你 你更需要神的恩典 所以今天让我们把这首 感谢你耶稣 一起来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站立 向神来感恩 然后之后我要为大家来祷告 我们先来把自己的生命 刚才我所分享的 这生命的四个阶段 你可以让圣灵来 这时候对你说话 主啊 告诉我 我现在的生命 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你对我的心意是什么 我怎么样才可以继续地成长 Amen Amen